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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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树树著作当中有三大秘宝 西门 六任 太义 西门遁甲排在首位有三世之首 号称什么呢 号称帝王之学 是道家最高预测学 什么是帝王之学 只有皇帝才能学习嘛 帝王之学 所以说他的内容是极端手密的 别人不能盗用 一经发现直接斩首勿论 直接看头 不用讨论 所以说西门遁甲 他从过去流传到现在 都是单线传下来的 每一个时代只有一个传人 而且都是师父亲口传授给弟子 必须是十二岁以下的同男 你谢过经不行 谢过经你就学不到真正的这个奇门遁 所以说奇门是密传中的密传 他的可怕之处在于哪 他的可怕之处在于 他是世界上唯一的 能够随意控制对方的命运学 想一想真的很可怕 西门遁甲相传是九天玄女传授给皇帝的 提起九天玄女 有好多人认为九天玄女就是女娲娘娘 其实如果你是仔细考证的话 九天玄女是出现在女娲娘娘之后的 女娲娘娘是谁 女娲娘娘是混沌初开 天地出现之后 出现在这个神 他创造了人类 并且传授给人类这个繁衍生存的这个能力 而九天玄女呢 他负责的是向人们传授这个兵法 这个策略的这个神 当然了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守护人间正义的这个善良之神 那么西门遁甲呀 出现在这个4600多年前 这个皇帝和赤幽的这个战争之中 这个赤幽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是上古时期的这个三神之一 被称为这个兵主战神 战神嘛 战无不胜 那么他在与炎帝的斗争当中 大败炎帝 炎帝没办法 是好向这个皇帝求救 希望呢和皇帝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持忧 但是结果呢 就是皇帝这个久战久败 三年而成不下 那么正在这个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 在有一天的这个午夜啊 这个九天玄女下凡 然后传授给这个皇帝 叫龙甲神章 天钻神章 那么皇帝就按照这个龙甲神章 把这个赤幽给打败了 最终是统一了华夏 后来啊 皇帝啊 就命令自己的这个宰相封后 把这个龙甲神章做了一个整理 形成了这个兵法十三册 孤须法十二章 然后还有这个七门顿一百八十局 那么再往后传 齐门顿甲最终传到了这个江子牙 江子牙呢 又把它做了一个整理 形成了这个七十二局 再往后传 传给了张良 那么张良又对他进行了一个整理 最后形成了呢十八局 那么这个十八局 就是我们现在传下来的啊 现在传下来的这个阳顿九局 阴顿九局的齐门顿甲十八局 那么由此可见呢 齐门顿甲是经过一代一代人的这个研究出来的 齐门顿甲讲究的是时空的变化 成语当中有一句叫初旗至圣 那么这个句成语 其实就是来源于齐门顿甲 齐门顿甲当中的齐门是指三旗 以炳顿这三旗 所以是初旗至圣 所以说中国古代啊齐门顿甲主要是应用于这个军事战争当中的 有很多的这个军事家呀都是精通齐门顿的 那么大家呢可能都看过这个三国演义 都知道这个当中有一个典故 叫做诸葛亮介东风这个典故 当时曹操啊 因为曹操是北方人嘛 所以说他的这个军队啊 这个战士啊 他都不适应这个水战 当时这个曹操这个大将旁统 就献上了一个连环计 说把这个船只啊 用铁锁连在一起啊 这样就能解决啊 北军不善水战的这个啊 这个问题的困扰 周瑜啊 这个针对这种情况 当时就是一筹莫展啊 就是一并不齐 那么在诸葛亮去探访周瑜的时候啊 就给周瑜啊 写了一封密信啊 当时密信当中啊 只有这个十六个字 这个欲破曹军 必用火攻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当时的季节啊 只有这个西风北风啊 没有东风南风 那么诸葛亮呢 就开弹步伐 其实在这里呢 诸葛亮其实是 利用了齐门遁甲 他用齐门遁甲起了一局 那么根据局啊 这个齐门遁甲当中的这个局 来显示呢 当时曹军落在西北方 而且是当时的格局是什么 是朱雀同江 非常不利于这个 这个曹军 而且在下一个时辰 在这个齐门遁甲当中 显示下一个时辰 会是东南风大舟 天气晴朗 东南风大舟 那么诸葛亮呢 正是利用这一个齐门遁甲 打败了这个曹军 那么除了诸葛亮 我们还知道这个后世还有一个刘伯温 提起这个诸葛亮和刘伯温呢 大家都知道 在明朝的这个民间呢 流传了一句话 叫前朝军师诸葛亮 后朝军师刘伯温 还有这个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 把这个诸葛亮和刘伯温呢 进行了一个相提并论 但是作为刘伯温来讲呢 他就不服啊 他就认为这个 你诸葛亮啊 虽然说对这个齐门遁甲 运用的这个炉火存青啊 甚至说这个 对齐门遁甲的这个运营 已经达到了一个登峰召集的地步 但是我刘伯温也不差呀 你诸葛亮啊 虽然说你称为天才 但是你最终的结果是 国破这个家王 而我刘伯温呢 是开创了一个时代 所以说刘伯温的 这当时的这个内心是非常 这个不服气的 那当时这个刘伯温呢 心里啊 就想这个去挖掘这个 诸葛亮的这个坟墓啊 他就认为说 你看看你这个诸葛孔明啊 你能不能够预测到 我要去挖你的这个坟墓 甚至在出发前呢 刘伯温还这个 说了一句细言啊 说如果诸葛亮 你能够预测到 我要挖你的坟墓啊 那么我跪地磕头一千个啊 如果你预料不到 那么你就挨五三尺 后来啊这个刘伯温啊 就去挖这个诸葛亮的坟墓 结果在挖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裸露在 这个地面上的一块石碑 上面刻了几个字 说无道 无人道 就是我道了这个 就没有人道了 那么刘伯温呢 当时心里就高兴 说你看看 他诸葛亮根本就预测不到 我这个要去挖这个 你的坟墓啊 那么再往下看 还有一行字 只有伯温道 当时这个刘伯温呢 心里就大惊 所以就是跪地 磕了一千个头 这是诸葛亮 对七门遁甲的一个应用 他已经内用这个七门遁甲 已经算出了 一千多年后的刘伯温 要来挖他的坟墓 所以说七门遁甲呀 他是讲究一个时空 时空的一个学科 非常的神奇 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 江子牙 孙斌 还有这个毛爷爷 都是精通与齐门遁的 当然了 到了现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那么军事对峙 已经不是平面上了 所以说齐门遁呢 主要应用于这个预测了 比如说这个预测工作 预测这个事业 预测婚姻 等等等等 齐门遁甲 它分为这个 累齐门和树齐门 那么累齐门呢 就是我们用来预测的 而树齐门 就是我们 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 所看到的这个法树齐门 比如说一些福传 然后这个政法呀 它都属于这个树齐门 在民间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学会齐门遁 来人不用问 什么意思 我今天起了一局 就是用齐门遁甲 起了一局 有个朋友要来 当然你如果会的话 你就在这个齐门遁甲当中 你会看到 在这一局当中 你会看到 来的朋友 他的性别 他会坐在哪个方位 然后他会说什么事 我们全都能够在齐门遁甲当中 见到 你再比如说 你用齐门遁甲去这个借钱 要债 你如果会齐门遁 那么你去借钱的话 别人是不会拒绝你的 比如说你要去借一千块钱 那么你用齐门遁甲 你可能能借到十万 当然了前提是对方得有 那么还有啊 曾经有一个网友啊 内用齐门遁去干嘛呀 去这个赌博啊 结果用齐门遁 用了二十四次 有二十三次赢了钱 其中有一次是因为呢 不会用 齐门遁甲呀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方法 可能我们现代人知道的 仅仅就是一些皮毛 有很多的人呢 内用这个齐门遁甲 进行招摇撞骗 所以呢 给人们造成一个迷信 和神秘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在这里呢 啊要建议大家啊 只学习这个累齐门啊 不要去学习竖齐门 那么学习竖齐门 那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呢 会产生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 我们前面说过说 学会齐门遁 来人不用问 但是他下面还有一句 叫做学会齐门遁 十人九能疯 所以说齐门遁 也是中国古代的三大妖书之一 要通过来 season的 后今天我们 Hackett 吃到我们的是 喜好 烫